欢迎来到第五关视物第八起 今天先第五人格公元服务之内求生者天赋 最先增加了一个马赢效应 方法给出的介绍是 12名范围内存在将棍者10余8秒 棒板速度提升8% 14% 20% 那它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呢 挑重点 其实说白了就是求生者盖板速度变快了 那它到底有多快呢 然后才在公元服务正式服务中做了对比实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里才要选择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角色 分别是盖板速度快的前锋和盖板速度慢的祭司 我们先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快啦 然后我们再看用盖板速度慢的祭司做了实验 同样我们先看一下在正式服务中 没有马赢效应天赋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在公元服务中 加了马赢效应天赋的效果 这里我们依然把天赋加满 跟前锋正相反 祭司出了名的盖板速度慢 可以看到它在马赢效应天赋的作用下 速度是有明显提升的 肯定还会有同样没看出来吧 我们直接再做一组祭司的慢方向会对比 看出来了吧 祭司的盖板速度同样变快了 我们知道祭司在当前的正式服务中 基本是很难躲掉褲褲的锅板刀的 而在马赢效应天赋 躲开锅板刀的概率就会提升不少 虽然没有前锋的盖板块 但起码躲开锅板刀的概率 也会大幅提升啊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实验 再见 再见